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盛典之路主持人 冯硕 郭若天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冯硕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郭若天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盛典之路现场 又是一年电视人相聚的高光时刻 又是一次中国电视剧的年度盛会 我们的盛典之路呢 它既是一条中国电视剧的传承之路 也是一条中国电视剧的创新发展之路 是的 在我们今天盛典之路的现场 我们会更近距离地直面那些各剧特色的演员 那些在荧幕当中生动可爱的角色 他们将一个一个地走上这条盛典之路 分享幕后那些难忘的时光 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2023 立足当下我们一起回望吧 2023年我们能够看到国产电视剧百花齐放 我们继续以昂扬的面貌走电视剧创作 高质量发展之路 您一定看过很多国产的大剧 比如说我们说几个名字 狂雕 三体 无所畏惧 繁花 父辈的荣耀等等 这些充满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和动人的故事 凝聚着电视剧人的匠心 也波动着亿万观众的新鲜 刚刚冯硕说了几个 我继续来说 比如说问苍茫 大盗星火 前行者 梦中的那片海 以及刚刚完播的繁花 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精品佳作 也正是他们的付出和努力 才让我们的电视行业生生不息 是的 今天众多电视剧从业者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相聚在这里 回顾过去这一年 或感动或温暖或震撼的每一个瞬间 一起期待 2024年中国电视剧会越来越好 观众朋友 我们的盛典之路 也将全程在央视频客户端 CCTV电视剧新媒体举阵直播 请您时刻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王老吉 独家冠名播出 过吉祥年 喝红冠王老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盛典之路 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演员黄晓明 请黄晓明留下签名 好 接下来请黄晓明走上盛典之路 黄晓明 是本届盛典主持人之一 他是前行者中拥有三重身份的方家术 是好事成装中的归国精英 顾许 从高能特工到完美身世 黄晓明始终保持着 对艺术热情的不断追求 成为电视剧领域的佼佼者 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 可以在我们的拍照区留言 好 接下来请小明哥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小明哥 欢迎小明哥 你看我们今天介绍小明哥出场 开始说的是主持人的身份 其实我们知道小明哥 以前也有很多主持的经验 但是今天呢 是在电视剧的盛典 都是您的同行来主持 您做了什么准备 没有 没有 其实没什么经验 虽然主持过 但其实每次都很紧张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非常的紧张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但是如果能来到这个地方 跟我的很多的老朋友们 欢聚一堂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很荣幸 看到很多的朋友跟前辈 所以我非常愿意来参与 对 您说特别对 我们开始就说嘛 这是一个电视剧人 相聚的一个party 大家在一起来总结一下过去 展望一下未来 而我们看到 在总台播出的 《前行者》和《好事成双》 有两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展现 对您来讲 这两个角色应该反差很大 也有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我非常享受 不停地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 去转换自己的角色 样子 身份 情绪 我觉得这是我做演员最大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接下来以后 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信念 我还是会觉得 要不停地去创造新的角色 去反映更多的 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对 对 2024年我们期待小明哥 还有更多的角色 给我们带来惊喜 谢谢 谢谢 您好好准备吧 今天主持人还有萨老师 前辈 主持界的前辈 好 加油 小明哥 好的 加油 期待你在今天主持上的表现 好的 好的 我会加油努力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小明哥 谢谢 回到休息去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演员 热衣扎 好 请热衣扎留下签名 接下来请热衣扎走上盛典之路 热衣扎 也是本届盛典的主持人之一 他是无所畏惧中百折不挠的罗英子 是情满九道弯中大胆追爱的叶飞 是青春之城中性格泼辣的蒋男呢 演员热衣扎勇于尝试不断挑战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的角色 可以暂时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好 欢迎热衣扎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我是不是应该说 欢迎罗英子 欢迎罗正义 来 拿一下话筒 谢谢 刚刚我们见到了小明哥 他是我们的其中盛典的一位主持人 热衣扎是另外的一位 对 今天紧张吗 听说上一次来主持的时候 还挺紧张的 非常紧张 今天的舞台更大了 然后责任也更大 因为我代表着演员这个身份 然后过来做主持 也希望大家多包涵 其实今年呢 热衣扎有一部非常出圈的剧 叫做《无所畏惧》 你在当中所扮演的罗英子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家庭主妇 而是一个为了备战司法考试而辞职的 算是备用白领 那你在当初 刚刚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有着怎样的理解 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罗英子 她不是以往 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大女主形象 她是一个又有优点 又有人物性格缺点 这么一个女孩 她并不是完美的 但这种不完美呢 让我觉得她很接地气 非常真实 然后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 诠释出一个80后的职场人的一个样子 对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你在剧中有几目啊 甚至是完全素颜出镜的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女艺人来说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无所畏惧啊 你真的没有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过吗 我首先是演员 因为我要诠释的是生活中的人 我也是一个女性 我们女性每天在生活中 也是有不化妆的样子 首先这个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我说一定要素颜 在家里面在睡觉的时候 就是要跟生活中 每一个女性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走到 大众的心中 让大家觉得 罗英子就是活生生 我们身边的那位女性 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女生 不管是化妆还是不化妆 我们都非常漂亮 我们内心很漂亮 我们的精神很漂亮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真实的生活 才是一个优秀演员 天然的滤镜 谢谢 谢谢 而且我听说 现在第二季已经开始拍了 对不对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剧透一点 在第二部当中 罗英子罗正义 又会有着怎样的转变呢 第二季我相信 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 更加稳定 更加成熟的罗英子了 因为在一年多两年多的 这个职场生活当中 她可能也接触的案件 也比较多 而且自己呢 在重新了自己的生活以后 她就更加稳健了 不能剧透太多 不能说太多了 咱们打住为止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罗英子 请看接下来 对 其实我们真的希望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像罗英子一样 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 就能在困境当中获得新生 对 谢谢 谢谢这一家 也期待你今天的表现 谢谢 接下来欢迎 南洋女儿情剧组 演员萧燕 演员于非凡 请两位演员留下签名 好 请萧燕于非凡 走上盛典之路 在南洋女儿情中 萧燕饰演的欧阳天晴 独立自强 经过重重考验 最终成为新一任 红头巾大家姐 于非凡饰演了 刘洋归来的陆雪亭 光明磊落的她 最终打拼出了一番誓言 南洋女儿情 以真实历史为基础 讲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 在南洋拼出一番天地的传奇故事 欢迎二位 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好 谢谢两位 请一步休息区 谢谢 接下来欢迎演员 康可仁 请康可仁留下鲜明 请康可仁走上盛典之路 他是小满生活里 乐观向上的大工人 陈小涵 是平凡之路里 温柔可仁的助心性 他温婉可爱 在演技上 不断突破自己 尝试百变的角色 塑造了众多出圈的 音频形象 期待他今后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可仁可以来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谢谢 来 请可仁 在拍照区 我们留下美好的瞬间 好的 谢谢 谢谢可仁 请一步休息区 谢谢 接下来有请 珠江人家剧组 演员郭小婷 演员曹俊 请两位留下签名 接下来请两位走上盛典之路 珠江人家 用细腻入微的笔触 深入描绘了岭南人家的风土人情 以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灵感 呈现品质大具 演员郭小婷和演员曹俊 在剧中完美诠释了乐剧的独特韵味 在剧中演绎的宝莲灯 木桂英 挂帅等乐剧角色 深受观众好评 好 请二位在我们拍照区留念 欢迎两位 请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两位 冯瑟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在剧中科的CP啊 来到现场了 好 可以拿一下话筒 我们知道 珠江人家呢 是一部融合了岭南文化的一个剧作 但是两位可都是上海人 怎么去揣摩岭南文化 然后用自己的表演 在角色当中去呈现 我觉得还好说 第一我们都是南方人 可以接近一点 然后现在因为网络也很发达 可以通过很多看纪录片啊 然后看网络的一些视频来了解 乐剧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学戏曲的时候 在看这些戏的时候 也一样就能够感受到 岭南文化和广东文化 其实乐剧是非常考验童子宫的 两位在剧中 从现实当中是乐剧小白 到剧中是乐剧名单和乐剧名林 这当中学习花了多长时间呢 前前后后应该有四五个月 在拍戏之前以及进组之后 我们都基本上是白天拍戏 然后晚上再练那些戏曲的部分 是的 我们进组以后 然后就是一旦是我们有空的时候 没有拍的时候 马上就是到排练室 然后在那些戏曲的部分 我们赶紧去学 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那个视频 所以我们会在拍戏的路上 或者回到房间的时候 然后也会反复地看 我们的这些戏曲的部分 有付出才有收获 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剧中 我们也看到不断地成长 而且曹俊其实跟乐剧 还是有一点这个关联的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也看过您演的宝帘灯 你演过陈湘 对对对 对吧 宝帘灯 对 然后在这部戏当中 你虽然没演陈湘 他演陈湘了 你演了三圣母 是的 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很有缘分和宝帘灯 我们在戏里面 也展现了这个乐剧版的 宝帘灯的这出戏的片段 然后只是我们两个人换 我换了我不是陈湘 然后变成了三圣母 然后小姐变成了陈湘 对 对 而且曹俊应该跟导演 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对不对 对 我们的导演是吴冰导演 因为也是很有缘分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九岁的时候吧 拍《真命小和尚》 还有《莲花童子》《哪吒》 这两部戏都是和吴冰导演 那个时候已经合作过了 已经二十多年了 所以能够在二十多年以后 再和吴冰导演合作 我们珠江人家 我觉得真的很感慨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开心 对演员们来说 能够去岭南大地拍戏 也是幸福的 太好吃了 对 乐菜你们喜欢吗 最喜欢哪套菜 增成菜心 对 我也是 就是乐菜很喜欢的 那个菜心 还有那个虾饺 就很多很多了 那些点心都很喜欢 其实剧中 陈丽夏和金慧荣的这个感情 真的是非常让我们的感动 如果是生在和平年代 两个人可能会一起 非常愉快地携手唱剂 但是因为生在特殊时期 但是他们的每一次见面 都炙热感动 也非常感谢二位通过电视剧 来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珪宝 谢谢你们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 多元物实 以及人间烟火器 谢谢你们 一路奔跑 一路向前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好 可以到休息区 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 大盗星火剧组 演员侯金剑 演员张国 请两位留下签名 请两位走上盛点之路 大盗星火 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家 通过调查研究 深入思索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故事 剧中 侯金剑饰演毛泽东 张伯饰演周恩来 两位演员的精彩演绎 带领观众重温那段 争容岁月 好 请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欢迎两位 请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来到我们的盛点现场 可以拿一下话筒 刚刚我和金剑说好久不见 是吗 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们以前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好久不见就是天天可以见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总台大剧当中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以为是天天见的朋友 但谁知只能在现场工作的场合 才能见到 那这样吧 我先来替陈硕来问一下 侯金剑啊 你看从大盗星火 《觉醒年代》你真的饰演过多次毛泽东这个角色了 那你觉得这么多次尝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每次尝试又有什么困难的 其实我从第一部《铁剑丹道义》到《觉醒年代》 再到我们跟张伯老师合作的大盗星火 是我十三年拍的主旋律题材的第十四部 十四部啊 那一年一部都算少了 那这十四部呢 也它包括了主席最青春的时候 这个朝气激昂的那个时代 也有我们大盗星火 百般忍让 百般折磨 并且后期运筹帷幄的时候 也到最后我也扮演过开国时期的毛泽东人主席 所以这一路扮演过来 其实我感受了太多太多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史 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种成长和随形 我觉得我变得更稳重了 感觉自己稍微比年轻的时候厚重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嫁接到表演上 我觉得我可能比最开始的单纯还原 到现在去多元化的打开 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有很多的帮助 那我也会希望我自己继续的不断努力 不断的学习 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喜欢到主旋律题材 更多的人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一起奋发努力向前冲 而且今天也一直在尝试很多其他的角色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唐宋八大家当中 您注意到了吧 苏氏兄弟当中其中一位也是他扮演的 所以我特别希望金剑未来可以开拓自己 有越来越多新的惊喜能够给大家 好的好的 其实短短的话语当中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啊 但是我觉得这当中的困难 我觉得只有侯金剑自己清楚 其实张伯也是这样的 这一次是饰演周恩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角色了 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困难呢 因为首先我觉得了解我的观众朋友们 是看过我的三国的孙权啊 包括大秦帝国的秦朝乡王啊 央视是老朋友 但是这次这个周总理 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极限挑战 其实我能够能把它 现在大家当然了有喜欢的 当然有褒贬不义的 但我能把它完整好 靠的是我身边的好兄弟 金剑还有我们的导演 因为他们我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还是个新人吧 然后呢 金剑是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了 很多很多关于他们的这个 为人的知识啊 包括背景啊等等的 因为你单纯从这些历史书上 其实很难挖掘到一些东西 但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且好演员 尤其是金剑 我们应该是互相学习的很多 对非常好 而且我是觉得 因为今年在央视有两个嘛 因为还有一个是冰雪尖刀莲嘛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梅生 但那个就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了 要相比相比较起来 但是周总理四万万人的 我像非常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 大家多多包容我啊 也是我的第一次 也希望我后面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嘛 谢谢观众朋友们 在那段争容岁月历史当中 其实就是在互相的这种支持和扶持 在我们电视剧的这个大家庭当中 我们也很开心看到演员之间在互相学习 互相扶持 就像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一样 大到新火 我们可以让中国电视剧 新火相传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我们抱一下 希望以后常见 也是好友相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接下来 有请演员 关雪盈 请留下签名 请观雪云走上盛点之路 小满生活 讲述了三对夫妻的家庭日常 展现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温情趣事 传达出人生小满胜完全的生活真谛 演员关雪盈 在剧中饰演江小山一角 她凭借细腻真挚的演技 和极强的感染力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 请雪盈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谢谢 谢谢 谢谢关雪盈 请一步休息区 接下来 有请演员 戳妮 请留下签名 请戳妮 走上盛点之路 她是北哲南园中平衡家庭与事业的思梦 是无间中冷酷热情 内心坚毅的蓝宾 是无所谓剧中 在困境和位置里摸索正义的秋华 她通过自然而细腻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荧幕形象 好 请戳妮 带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欢迎戳妮 欢迎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今天一席红群真的是很漂亮啊 好 在盛点之路看到戳妮又感觉她有变化 是吗 因为我每一次看她演的角色好像都不太一样 但是每个角色就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好像那个角色就是她 她就是那个角色 但是今天看到她又不一样了 对 尤其是这一次的剧无所谓剧 很多人非常喜欢秋华这个角色 因为她很真实 从最开始的很穷 被人排挤 到中间一路的隐忍 到最后收获了友谊 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那戳妮在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有着怎样自己的理解呢 我觉得秋华是很隐忍的 然后一路的成长也很心酸 跟我本人的经历差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个性上性格上其实都跟你本人完全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呢 我没有她那么苦 她太苦了 但是我觉得秋华或者说 戳妮能够有这样的眼睛 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跟秋华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特别想让戳妮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演完这个角色 我相信很多的这些喜欢你的观众都想问 有没有什么职场的小经验 给我们来分享 我觉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不用自我消耗 不用自我否定 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上 比如说跟同事的关系啊 或者是跟领导的关系 我觉得只要做好自己 不用太在意 其实今天罗英子也来了啊 你的搭档 对 陈硕也来了 也是我在荧幕当中刻的CP 现在已经在拍第二季了 刚刚其实热衣扎并没有跟我们透露太多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第二季 你会有怎样的转变呢 秋华在第二季当中 无论是从事业还是情感上面 都会更有安全感 更从容 活得更稳健 我们也期待着秋华的蜕变 也期待着罗英子和秋华的再度联手 更期待戳妮可以继续保持你说的好心态 我们可以见证更多鲜活的角色 谢谢 谢谢 可以休息去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演员崇丹妮 好 请重担妮走上盛典之路 她是情满九道湾中英姿萨爽的赵亚敬 是信仰中坚定果敢的审洁 是野平凡中雷厉风行的警队队长熊振南 崇丹妮积累不同的角色 不断超越自己 以坚实的表演将一个个立体鲜明的角色 呈现在观众面前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在我们的拍照区拍照留念 没错 就是这里 留下你最美的笑容 谢谢 谢谢崇丹妮 请一步休息区 接下来有请问苍芒剧组 演员王仁军 演员白克 演员吴兴建 请三位留下签名 请三位走上盛典之路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问苍芒中 王仁军饰演青年毛泽东 白克饰演青年蒋介石 吴兴建饰演蒋仙芸 该剧首次聚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历程 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 诠释出革命先辈们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欢迎三位可以来我们的拍照去留念 好 谢谢三位 谢谢 请一步休息区 接下来有请梦中的那片海剧组演员曹飞燃 演员崔航 演员张灵芯 演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欢迎演员 曹菲然 崔航和张林心 一起走上圣典之路 梦中的那片海 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一群普通青年的成长和奋斗史 展现了时代浪潮下一代人的生活缩影 剧中曹菲然饰演贺洪凌 崔航饰演陈红军 张林心饰演肖燕秋 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向上迸发的力量 时代变迁 不变的是他们身上的朝气 和带给我们的感动 欢迎三位 可以暂时在我们的拍照去留念 没错 就是这里 欢迎 欢迎三位 请一步休息区 谢谢 接下来是 好事成双剧组 有请演员李泽峰 赵新 欢迎两位 请两位留下签名 好 接下来请两位走上我们的盛典之路 电视剧 好事成双 生动地展现了都市女性客服重重困难 实现个人成长的故事 在剧中 李泽峰饰演了话题焦点的魏明 以扎实演技 应对角色的多重性格 赵新饰演的黄嘉怡 让人印象深刻 两位演员的表现 都收获了观众的认可 欢迎两位 可以来到我们的拍照区 在这边 没错 就是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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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可以一步休息区 接下来 有请演员 蒋新 请蒋新 留下签名 请蒋新 请蒋新老师走上盛典之路 她是前行者中坚强机敏的中共地下党员 陶玉玲 在波云诡异的地下战场 完成了一个个艰巨任务 是小满生活中家庭与事业一肩双挑的新时代女性 与家人共同努力达成小满生活 蒋新用心诠释决策 执着奔赴梦想 期待她在演艺事业上不断绽放 可以来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好 欢迎蒋新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 看到蒋新老师啊 就想说一句 给娘娘请安 但是这次蒋新老师是带着新剧来到我们盛典的现场的 给你打一下话筒 我们注意到 在前行者的这个角色当中 陶玉玲啊 其实她有很多的是我们说在那个时代 一个普通女性最常见的打扮 一身粗布 然后拎着两个孩子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所以在这个角色的塑造的时候 当时你自己有一些考虑吗 其实在塑造过程中还是 相对于之前的角色来说 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做演员首先是要打破自己 把自己放在人物的这个特定情境当中去思考去表达 对 小满生活特别需要思考和表达 现在我们都在说生活最美满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看过小满生活可能会找到答案 那句外讲心怎么看 什么是小满的生活 花为全开月为圆 小满其实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世界 也是一种最好的生活状态 其实在我心中 小满生活应该是一家人 齐齐整整 相互扶持 相互信任 一起走过人生的小风小雨 小起小落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烦恼 但是在小满生活这部剧当中 通过蒋欣老师的演绎 他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 在处理自己家庭的问题 所以特别谢谢蒋欣老师 对这个角色这几部剧的演绎 24节系当中就有小满 小满就是北方的那个小麦的子力 没有完全饱满 但如果完全饱满就不好了 所以要满而不易 满而不赢 也期待未来在演艺事业上 继续小满下去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蒋欣老师 可以到修宇去休息 接下来有请 袁文康 徐百慧 请两位留下签名 请两位走上盛典之路 演员袁文康 是娇阳伴我中优秀的音乐学院教授方木 是繁花中沉稳帅气的张国康 演员徐百慧 是莲花楼里无意高超的何小慧 是画眉里的神仙同事 葛主人 两位中生代实力演员 把每一个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以来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好 欢迎二位 可以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两位 可以请李小姐为两位演员 选上滑口 陈硕你知道吗 其实我看到两位演员走上来 我想到了一个词 叫做剧抛脸 哦 对 因为 就是他演乃部剧 就是那个角色 对 而且 我觉得两位演员系录真的很宽 不论是古装呀 都市呀 战争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 每一部剧当中 都经常会见到两位的身影 我觉得谁也没有想到 在莲花楼当中 那么热情富有少女心的何庄主 居然是人世间里的余红 曲百辉老师 您怎么理解剧抛脸这个词呢 演员塑造不同的角色 人世间里的余红是东北最底层的女性 莲花楼里的何小慧是很有江湖狭义的 像你说有少女心的一个天机堂堂主 然后今天还有一部画梅 我在戏里饰演的是 最后被抓住的大特物雪狼 其实作为演员来讲 塑造不同的角色和人物 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的目标 也是演员的基本的内核 只不过现在大家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 网络的一种说法叫剧抛脸来概括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 用剧抛脸这个词来形容 其实不是很完整 我觉得抛的不只是脸 而是这个人物的故事 人生 还有他的经历 阅历 对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演员的这张脸 但是其实他背后蕴藏的是整体的表演 包括对于角色 自己内心的这种感触 才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 文康 我最近看的这部戏 大家应该对你特别熟 能好能靠谱啊 张经理 对啊张副总 张副总对 我那个时候是去救场的 当时是那个演员生病了 很严重 然后去不了 然后突然之间就接到这个 程亮导演的电话 说你能不能来 他听说我在无锡拍戏 后来我跟剧组请了假 去了三天 然后到那儿也不知道自己演什么 然后就导演手写了一张纸 王导说你这个 你演的是一个 《华丽商商》的这个 副总经理 然后就负责接待这个 从江浙 就从那个浙江来的一个小老板 你知道那个当时小老板是谁演吗 也不知道 就是董勇 知道了 到现场才知道 因为什么都没有 其实不只是刚刚文康所说的这部剧 比如还有《焦洋伴我》 还有《问心》 文康都有非常出色的演绎 那今年的这几部剧 你觉得哪一个角色 对于你来说更有挑战性呢 这三个角色最有挑战性的 当然是张副总 因为你跟这么一个大老板合作 然后还没有剧本 你到现场的时候 是完全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还好就是他说 互联商煞的时候 我说商煞这个活 我还是可以的 因为以前学的是财貌 原来小时候在这个商煞 这种商场这个实习过 所以他里面的很多的流程 包括90年代 有很深刻的记忆 在那个地方 在南京路 所以相对来说 我还还可以 然后导演让我在里面 一直在走路 一直在工作 就是说你要一心三用 不但是要说台词 你还要完成动作 找到光位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在三天里面完成这个角色 听您这么描述 王家卫导演的风格 果然所言非虚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是给演员很大的空间 而且也能够看到 过往的经历 对一个演员成功塑造角色 多么的重要 是的 就是因为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突然提前一天给我台词 我当时受宠若惊 后来一看有三叶纸 很慌 一晚上没睡就得背 其实陈叔 你发现没有 这两位演员 往往都是在有作品问世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所以可想而知 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多么的低调纯粹 但是我相信 也正是因为 我们总台的品质剧 有这样的品质 演员的加持和助力 才能让我们的电视剧 呈现如此百花齐放的盛态 对 兴兴业业的去演戏 扎到泥土当中 就可以盛放 更灿烂的花朵 谢谢你们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两位 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去休息 接下来有请 明龙少年剧组 演员黄瑶 演员王腔 演员徐若涵 有请明龙少年十一班的师生们 走上圣典之路 演员黄瑶 凭借着强大的共情力 和敏锐的观察力 在明龙少年中 饰演了一位温柔细心的 心理教师桑夏 演员王腔 完美诠释了李然 这一热血当然的少年形象 展现出了他独有的腔调 演员徐若涵 成功塑造了一个 倔强的数学天才 程宇山 欢迎三位 请来到我们的拍照区 没错 就在你们面前 欢迎三位 好 欢迎三位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终于见到十一班的师生们了 每次看到类似的青春剧 我们都会感觉温暖 治愈 热血燃情 也的确十一班 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挑战应该也不小 能先说说吗 每一个人在这部剧当中 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是 年龄上的差异吧 因为我也快奔三了 然后我要演一个 十八十七岁左右的 一个高三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进入社会的话 难免会沾染一些 社会上的气息 所以你要找回 像在读高中啊 或者是读大学时候的那种青春的 那种纯净的感觉 你要抛弃一些东西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可能前期 你得先提前把自己 进入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里去 你快奔三了 我说瞪大了双眼 完全不敢相信 那这种青春的感觉 究竟要怎么去找到呢 说起来很容易啊 说起来特别容易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也让我们来找一找青春的感觉 首先你得纯素颜 好的 臣妾做不到 还有呢 还有什么方式 黄老师 我其实我感觉 我跟王强 这个对于年龄 或者说这种跨度方面 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的 但是呢 我可能是相反的地方是 我 我反而是要去掌握 或者去拿捏一个 一师一友的感觉吧 因为 其实我们生活中 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大家每天也都 能玩到一起去啊 然后都打成一片 但是在戏里呢 有时候我可能就忘记 我其实是一个老师 我其实是要 周围的环境太青春了 对 就是跟大家都 都都融为一体了 然后他 有时候就太开心了 实在是 有时候就忘记自己 其实 哦 我还是一个 比他们要年长的 然后我需要去 关爱他们 我需要去对他们 要负起一种责任感的 这样的一位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老师 在剧中是有一些 心理方面的这种宽慰的 是的 那你本人在剧外 会不会也会关注 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 跟大家唠叨唠叨 说你不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就是我确实在前期准备的时候 有去了解一些比较基础的 比较入门的一些心理学 相关的知识吧 但是我可不敢说 真的拿着自己 那一点点的三番斧 我就在这儿 治疗这个治疗那个的 说不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 就是对身边的人 对你关心的 对你关爱的人 去全情的去注意他们 去爱他们 对 爱可以治愈一切 对 其实这个我也很有发言权 因为我们其实经过拍戏 然后几个月的相处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 就像我刚刚进场的时候 我还叫他三老师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也会互相去倾诉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说 心理不一定说 一定要学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说 只要真心地去关心你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最好的心理老师 你知道我看到他们三个人 一直在说老师 我马上想到 三人行必有我师 没错 那我们五个人呢 五个人呢 五个人 五个人 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彼此的老师 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 都可以成为老师 继续学习下去 学习能力 是对一个演员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了 在戏当中你们的成长 也期待着 在未来 可以有更好的绽放 谢谢 谢谢三位 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区 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 《父辈的荣耀》剧组 导演康洪蕾 演员刘玲 请两位的老师留下签名 请两位走上盛典之路 《父辈的荣耀》通过一个林场 几个家庭 众多人物 折射了二十年的历史 以真实的生活细节 立体的人物塑造 生动呈现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过程 为观众展开一幅 有温度的林场 生产生活图景 导演康洪蕾 以独特的视角 解锁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事 演员刘玲 在剧中化身 淳朴善良的妈妈 纳存花 用自己的勤劳苦干 为一家八口 撑起一片温暖 好的 欢迎两位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哇 好期待哦 想见两位已经很久了 来 都好谦让 请李小姐 给我们送上话筒 电视剧的名字 就叫父辈的荣耀 我相信对于现在 很多的年轻人 通过电视剧 也能够想一想 在我们的父辈 父母那辈的时候 他们经历的一切 他们如何坚韧 如何用自己的勇气 去开拓前路的 首先要问一下 导演 我相信应该您是看了 父母爱情当中 郭涛和刘林老师 所以最后决定 让他们演父亲和母亲吧 我不仅看了父母爱情 我看了他们俩很多戏 我觉得这是两位 很了不起的演员 而且前置巨大 而且他的宽容度也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 我们这样一个父辈的荣耀 一个有地区局限性的系列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加盟 一定会有更精彩的可能 所以就想尽千方百计 通过制片方请他们两位来 后来终于如愿一场 事实证明 我们没有看错 其实刘林老师 应该不是第一次 饰演母亲这个角色了 您在父母爱情当中就带孩子 这到了父辈的荣耀里面 还在带孩子 那这一次对 那存花这个角色 有着怎样不一样的理解呢 再一次做母亲 因为我之前演的母亲的角色 更多的都是比较泼辣 然后性格挺张扬的 那这次我觉得演的那存花呢 其实就像网友说的 她特别像她脚下的那片黑土地 特别包容悲悯 然后也富有力量 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形象 你看你刚刚说 一直在演母亲 对一个演员来讲的话 这部戏也是她的孩子 她也需要在这部戏当中 不断地去揣测 而且每一个母亲的形象 她有一个根是一样的 就是大爱 无私的奉献的爱 但是角色又不一样 有的性格 像您提到的泼辣一点 有的温婉一点 但是期待未来 还有更多的戏 导演应该接下来 也会有一些新戏吧 导演退休了 怎么可以 我们还想 怎么可以继续 导演坐在家里 天天看着年轻的导演 希望他们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们还想看 刘玲老师和郭涛老师的 再度合作 你知道吗 在父母爱情当中 他们两个人是饰演兄妹 但是这一次饰演夫妻 感觉一点都不违和 好像他们确实 在一起生活很久了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 那接下来 刘玲老师还会有怎样 新的作品吗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新的一年 有着怎样的计划 我接下来正在 饰演检察官 所以把头发剪成这样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感觉吧 其实每次看 刘玲老师的表演啊 真的很像 就是在看我们 日常当中的生活 他真的是把角色的感情 带入到了这部剧当中 嗯 我们期待刘玲老师 接下来有更多的角色 也希望导演 咱退而不休 不要说退休 永远努力 给我们带来好的作品 好吧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接下来有请演员 毛小彤 请毛小彤 走上圣殿之路 在电视剧《问心》中 毛小彤 饰演了心脏中心 重症监护室的主治医生 方小然 同时也是周小峰的妹妹 方小然三观症 情商高 可爱的外表下 是强大的精神内核 不仅治病 还治病人的心 是观众心中的小太阳 好 请小彤 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好的 欢迎毛小彤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今天非常的漂亮 好 可以接着发头 哇 我觉得刚才看着小彤 一路走来 我感觉我自己的内心 就被太阳照耀一样 因为小彤 在《问心》这部剧当中 饰演的方小然 这个角色 你看小彤 小然 没有人会不喜欢方小然 这个角色 谢谢 那小彤 你觉得这部剧当中的 这个角色 你算是本色出演吗 一部分吧 我觉得可能 每一个角色都有 自己身上的一些特点 融合在里面 当然我也希望 每一个角色 都有更多的不同点 被观众看到和发现 演员扮演医生这个角色 其实挺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医学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学科 而且又是重症监护室 又是心脏方面的医生 这里边的这个揣摩和把握 你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是分寸感 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因为小然是一个 特别有同理心的医生 但其实作为医生 过于共情 是大忌 所以拍摄的时候 一直在跟导演讨论分寸感 这个问题 对 医生的心要热 但是头脑一定要冷静 对的 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 被方小然这个角色温暖着 我们希望之后呢 也能够被小童之后 在电视剧当中饰演的角色 所散发出的光芒 持续的温暖着 谢谢 心中都有一个小太阳 不断的去给大家带来光和热 谢谢 谢谢小童 期待与新的一年的表现 接下来 有请演员 杜淳 请杜淳走上圣典之路 他是电影八百中的抗战英雄 谢靳元 是北京青年中个性张扬的河北 是冰雪尖刀连中的七连连长五千里 剧中杜淳演绎还原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刚七连的铁血故事 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 没错 你的面前就是拍照区 可以合影留念 好 欢迎杜淳老师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我们的七连长 你好 你好 其实杜淳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演这种军旅题材了 那这次在冰雪尖刀连当中 再一次饰演军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吗 其实饰演了很多次的军人 确实 但是头一次在这么极端的一个天气环境下 来饰演军人 像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时间 晚上的时间都在零下37度以后的时间 而且我们都是基本上是晚上来拍摄 因为当时还原历史情况 我们那会儿的志愿军基本上都是晚上的时候在行军 在作战 所以说在长白山那边的晚上的深山里边会更冷 所以说当时真的是这种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很大 但是同时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为什么它能够就是让你真实的还原 当时在那个战场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反而对我们演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知道电视剧的创作是团队的艺术 你看演员拍戏的时候拍这样的戏非常的辛苦 每一位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的辛苦 对吧 是的 其实他们比我们还要难 因为我本身那些灯光啊机器各方面都很重 我们那个血基本上都在小腿的位置 你知道要扛着那些东西在雪地里边走 每天不停地在换位置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我不用扛那些 我就穿着衣服每天在现场这么走 我都已经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就感觉你永远在有一个很强的阻力 所以我们要为冰雪尖刀莲的这部电视剧的台前幕后 所有人点一个大大的赞 大家辛苦了 是的 了不起 对 其实要说起拍摄的环境啊 这可能非常的艰辛 但是在演员非常长的职业生涯当中 尤其是杜淳老师的职业生涯当中 一定不是最艰辛的 那这一次钢七连啊 是我们一次 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英雄连队了 那您在演艺的整个过程当中 哪一个情节是最让您感动 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其实我们这次七连 是在一个大的英雄群体之中 小小的一只普通人 一个普通的连队 其实我们就是刻画了一些小的人物 然后这个人物在这场战斗之中 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发生了一场战斗 反而我往往会觉得这样小人物的 小人物的这种感情会让人更动容 其实我整个拍摄下来 我就觉得整个故事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种全新的认识 因为其实说实话 自己曾经对于这样一段历史 没有像现在这么熟悉 是因为这次要演这个角色 然后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 让我重新又更加地认识了 当时这些英雄们 去怎么样去保家卫国的 所以说它里边的所有的桥段 包括我们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然后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我心中还想的就是 一定要把这些侵略者 赶到我们国家之外 对 他们的这种 这些细节全都被刻画出来了 因为电视剧播出之后 也有很多年轻人说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 但是通过我们这部戏 真正的能够看到 为什么我们能够赢 而且就像我们的剧集海报说 胜利需要证明 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 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去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演员 张国强 请张国强老师留下签名 请张国强老师走上盛典之路 电视剧《熟年》围绕你家几代人的离合悲欢而展开 平凡而又温暖的情感羁绊 再满笑与泪 张国强在剧中饰演尼伟民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刻画出他身兼丈夫 儿子父亲三重身份的压力与无奈 让人物立体丰满 期待张国强新一年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欢迎张国强老师 请拍照留言 好 谢谢 谢谢张国强老师 可以移步休息去 接下来有请演员 马绍华 请拍照 请马绍华老师走上盛典之路 马绍华在电视剧《丁宝珍》中 将丁宝珍波澜壮阔的一生 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 忧国忧民的热血连历 同时在电视剧《问苍芒》中 马绍华又将孙中山的老城 能和稳重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无数观众为之叹腐 请马绍华老师来到我们的拍照区 拍照区 欢迎马绍华老师可以移步休息区 谢谢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盛典现场 接下来欢迎演员于荣光 请于荣光走上盛典之路 于荣光神威能奋舞 儒雅更之文 他既能塑造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 也能化身内敛深沉的儒雅先生 赋予了每个角色独特的生命力 他以至真至纯的职业态度 炉火纯青的演技 征服了无数观众 欢迎余老师 请来到我们拍的中央拍照区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进了一部休息区 接下来有请演员 赵佑庭 请赵佑庭留下签名 请赵佑庭走上盛典之路 医疗题材电视剧问心 通过多切面的人物和故事 问生命 问医德 问人心 赵佑庭在剧中饰演医生周晓峰 以独特的风格 独树一致的表演 刻画出奉命于病难之间 专业沉稳的医生形象 深刻表达了问心无愧 问心无畏 问心无悔的精神内核 好 欢迎赵佑庭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周医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 这次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不苟言笑 有点严肃的这样一个角色啊 那这样的角色的性格对你来说刻画的会有点吃力吗 对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 对你 然后但这次我觉得挺对我来说还是挺意义非凡的吧 能够接到接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在筹备的时候 我们时间花了一个月在医院实地的实习 磨练 观摩 然后看到了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觉得能够通过这部剧把他们的伟大 他们的难处给呈现出来 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 剧里的周医生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哈 比如说在家里还会收拾得非常的干净 演完这部剧之后对你生活来上 生活来上会有一些帮助和改变吗 绝对有 因为自己演的是一个心内科医生嘛 所以就发现心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器官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的细心呵护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规律作息 营养均衡 祝大家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好的 收到周医生 谢谢 而且需要医患之间互相理解 互相地去尊重 没错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而且周医生其实真的很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好大夫 虽然他们被称为白衣天使 但是其实他们也会有情绪 会生病 也会遇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特别感谢赵约廷对这个角色的刻画 谢谢 谢谢您 接下来有请演员宋春丽 演员刘沛奇 请两位老师留下签名 请两位走上盛典之路 宋春丽 国家一级演员 在我们的日子中 饰演 拉仁和 传神的演技 丝丝入寇 带观众走进了这位母亲 波澜起伏的一生 刘沛奇 国家一级演员 从业几十年来 获得多项殊荣 卓越的演技 备受赞誉 为后辈们树立了榜样 欢迎两位老师 我们的拍照区 在我们舞台的中央 两位携手走上来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亲切 欢迎两位老师 请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两位 看到两位老师 携手走上来 让我们心中特别温暖 谢谢 来 我们简单聊一会儿 我们看到 我们的日子的时候 其实很多朋友 都会为春丽老师 您饰演的这个角色 最后流泪 因为感觉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一生没有什么所求 一直在操劳 无畏的去奉献 但是呢 又懂得 人生中的道理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 人生就像糖葫芦一样吗 有酸就有甜 您感觉为什么 观众会为这个角色 这么的动容 在播这个剧的时候 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春丽 你知不知道 大家看了你这个姥姥 全国人民都在找姥姥 那时候正在过年 大家有一种 对亲情和家庭的这种感觉 特别强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姥姥 她是家里的一个主心骨 甜酸苦辣 她都操持着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接地气的一个姥姥 因为很多朋友 可能看着看着就想到 这个好像我的姥姥 这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 姥姥的一生呢 对 两位老师刚刚携手走上来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能不能接下来携手一起 再来一些好的作品 有这个计划吗 我们期盼着 我们两个人 这个计划已经设计了多年了 苦于没有一位非常明智的导演 来实现我们这个计划 现在屏幕前的导演都在瑟瑟发抖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来了很多位导演 我们从离开雷锋的日子 到这个下一次还做母子 已经有几部戏在一起了 真的是 刘北青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然后我们合作也特别愉快 就在于他非常大度 就是你说一些什么 他都能够给予帮衬 或者是说再补充 特别好 刚刚提到说 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姥姥是主心骨 其实好的演员 在一部戏当中就是主心骨 定盘心 我们能够看到这部剧的品质 就是能够看到 有这样的老演员 好演员 给我们做主 屏幕前的这些导演们 已经发出邀请了 接下来 期待越来越多的邀约 对 也正是因为像两位这样的老戏骨 把演戏当成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才让我们的电视剧市场 欣欣向荣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 狂飙剧组 导演徐济周 演员张宋文 演员李剑 请三位留下签名 请三位走上盛典之路 张宋文在电视剧狂飙中 饰演高启强 李剑在剧中饰演警察理想 这是首部以扫黑除恶 常态化和正法队伍教育整顿 为背景的影视作品 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 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导演徐济周 以深厚的功底 生动呈现了扫黑除恶 一线工作的真实情况 打造了跨越20年的反黑故事 好 欢迎三位 请来到我们舞台中央的拍照区 欢迎三位的到来 请移步我们的采访区 当狂飙一播出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这部电视剧是一路狂飙 带来收视的狂飙 热度的狂飙 怎么办冯硕 我现在看到强哥 我就想吃鱼了 风浪越大鱼越贵 对 先问一下徐岛吧 你看这部剧应该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播放的 到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我们还在反复的讨论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它反而不像是一部警匪剧 它像是一部年代剧 那这部剧对于徐岛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跟我们讲讲 我觉得这个戏 首先我们全体的演者人员 也是拼尽全力 拿出了我们这些年的生活的积累 包括艺术的积累吧 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 得到观众现在这样的回馈 我们非常感激 而且我们所有的主创演员 后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这一点感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说 在拍戏的时候 首先你自己得入戏 而且我觉得今天三位这个组合特别的奇特 导演带着一颈一肥 张宋文老师去年这一年 您可真的是火出了圈 您随随便便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跟别人的评论互动都能够上热搜 去年这一年对于您来说 最大的改变和感触是什么呢 谢谢你这么高的评价 那肯定是收获的一年 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 还是我们这个行业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只要有了一部作品是观众喜欢看的 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代表作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体验吧 我在2023年除了有这样的一个代表作以外 我也看到了中国电视剧的制作的质量 一直在网上 今天晚上我们也能跟很多优秀同行一起 我也想说今年如果忙完了以后 好好地去看看他们的作品 互相学习学习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感谢 喜欢我们这部剧的观众 有观众才会有我们 很高兴收获了一些 喜欢我个人的观众 我也想这次机会谢谢他们 没错 张宋文老师真的非常的谦虚 确实我们今天盛典的现场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经历 李健老师这好像你已经不是你跟徐导的第一次合作了 对不对 你们之前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 跟我们讲讲这次合作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徐导跨越了十几年 将近二十年 已经完成了这次算是第十一次合作 十一次 十一次合作 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吗 每次都有新鲜感 因为导演每次给我的人物跟上一次都完全不同 让我有全新的尝试和新鲜感 而且有很大的突破 比如这次的理想跟以往的孙城海 这就完全是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当中的每一个角色能够遇到各位老师都是幸运的 也是我们所有观众的幸运 我们也非常期待 您和徐导的第十二次合作 也期待张苏文老师的再次合作 也希望三位能够再度合作 谢谢三位 好 可以到我们的休息区 暂时休息 接下来有请的是三体剧组的主创演员王子文 演员图松岩 我们下期见 好 请两位走上盛典之路 给岁月以文明 给时光以生命 电视剧三体 开启了中国电视剧的科幻元年 演员王子文 在剧中饰演的青年叶文杰 冷静克制又急剧爆发力 演员涂松岩 在剧中饰演了 红岸基地总工程师杨伟宁 展现出科研人员 追求真理 不怕牺牲的精神 欢迎两位 可以来到我们舞台中央 拍照期在这里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的到来 可以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两位好 三体 你好 你们好 三体在中国很多的读者的心中 其实在世界读者的心中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演员如果拍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对于你们来讲压力也是不小的 而我们看到非常好的这种展现 尤其是子文在青年的这个叶文杰的展现当中 其实还是很难的 你看他既浪漫又冷酷 然后他经历的这个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是怎么来揣测这个角色 其实没有想的特别多 但是只是记得当时压力其实挺大的 因为毕竟我演的是我自己的理解 演的时候不知道观众会不会喜欢 然后播出以后得到观众的认可很开心 对 观众认可就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好像有人说 特别难受的就是割断绳子的那一幕 所以问一问 当时你们在演戏的时候 对手戏哪一段是最难的 也是这段吗 割绳子的时候我在下面的 没我 我已经是 对于他来讲很难 对于你来讲呢 哪一段是比较难的 挑战性比较大 红岸基地 对 红岸基地是挺难的 那段下大学去照顾他 很纠结 但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 是第一次见他 在家里 在家里 年轻 你们之间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第一次 然后我去他家里 因为他父亲是我的老师 导师 然后我去送一些水果 去洗水果的路上 看见写作业的他 一眼钟情 那一眼之后决定了我后面 悲惨的人生 你看今天电视剧的盛典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演员聚在一起 把以前没有聊的事情 今天好好的聊一聊 而且可以下去继续复盘 而且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三体是其中一个 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作品的改编 也期待二位 在以后也能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 谢谢 谢谢 多多合作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有请演员王阳 请王阳走上盛典之路 他是无所谓剧中的律师陈硕 是一路朝阳中的商场精英黎光 用实力说话 以张实有度的表演 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 他自然而细腻的演技 收获观众一致好评 新的一年 我们期待王阳带来更多优秀作品 可以在我们的拍照去留念 腿太长走太快了 好 欢迎王阳老师 可以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 今年你的两个角色都火出了圈 以黎光陈硕 两个都是社会精英 但是性格上来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那你在诠释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会做出哪些改变和努力呢 我首先 没想太多 我就是觉得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气质跟特质 按着自己的理解 尽量让他有所区分就好 我更没想过他们是 比如精英啊 或者什么没有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吧 今天呢 无所畏惧的剧组 你看罗正义来了 秋华也来了 然后陈舍也来了 三个人 我们真的好期待在第二季当中 你跟罗正义的斗嘴鸣场一面 第二季 刚刚两位 好像都没有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 你能不能来满足我们一下呢 给我们剧透一点点好不好 第二季依旧会延续 陈舍跟罗正义的两个人的这种关系设置 两个人斗嘴的戏依旧还是很多 而且其实第二部 我们的拍摄已经都在接近尾声了 我的戏份都已经结束了 对 剩下是瑞扎还有秋华他们 佛妮他们两个一直在努力奋战 还要在奋战20天吧 差不多 那看来距离第二部的问世就已经不久了 对 也让我们继续期待 谢谢 期待网友的表演 谢谢 接下来有请青年演员肖战 请肖战留下签名 请肖战走上盛典之路 在梦中的那片海里 他是赤诚果敢的北京青年肖春生 在娇阳伴我中 他是阳光开朗的职场新人盛阳 肖战凭借新活的形象与动人的表达 成功俯获了观众的心 期待未来肖战会继续解锁更多新角色 继续迎风奔跑 欢迎青年演员肖战 欢迎青年演员肖战 可以来到我们舞台的中央 谢谢 谢谢肖战 请移步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你 我们知道在梦中的那片海中 肖春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青年 但是肖战是重庆人 所以在塑造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怎么抓住肖春生他的精神气质呢 其实一开始在这个剧的拍摄初期 然后自己看了很多 关于老北京的一些影像资料 然后跟导演还有制片团队 然后一起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精髓 然后去模仿跟学习 北京人是如何说话 然后他们的生活态度 他们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子 北京人说话 嘿 您来了 一个南方人学北京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在焦阳伴我当中 您是这样的 盛阳是一个非常开朗 呵护大家 而且很勇敢无畏的这样的一个男孩 你也曾经说过 盛阳是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盛阳的经历 然后跟他的家庭环境 其实都跟曾经的我非常的相似 然后所以我在拍摄期间 看到熟悉的场景 然后熟悉的那些事物 熟悉的人的经历 就会把我拉回到一个 可能平行世界的自己 我们看到 肖战一直在解锁很多新的角色 而且每一次 沙京都能看到你的感悟和总结 那现在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您也总结总结 从刚开始演戏 到一步步来 你的感悟和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 我觉得感悟来说的话 就是反省自己 每一次解锁一个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 都去努力地去做得更好 然后去解锁更多不一样的自己的角色 然后心态上的变化的话 如果说改变也既没有改变 我觉得改变的是可能更多 更加的从容 那没有改变 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 新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努力地去学习 你看肖战说的最多的就是学习 只有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期待未来肖战一定会解锁 越来越多我们喜欢的角色 期待你一路向上 是的 谢谢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肖战的成长 我们也期待着肖战继续成长 谢谢 谢谢您 加油 2024年又是新的一年 又将有很多的优秀的电视剧作品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新年一史 我相信大家现在讨论最多的 都是这部电视剧 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它有腔调 有宏大的时代变迁的背景 有个体命运的臣服 有超凡脱俗的光影美学 当然剧中的台词也极具折思 而且在央视播出之后 收获了点赞无数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心里面 其实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都想说 这个剧的名字 但是就是为了给大家留悬念 这部剧当然就是刚刚完播的 繁花 我们两个都是这部剧的忠实的观众 在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前 我们还一直在讨论说 这部剧实在是太好看了 那究竟繁花取得了怎样的好成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繁花火爆开年收视持续所高 网络平台的热度突破了三万一 全网斩获榜单热搜超过1759个 聚集的影响力热播榜连续15天 未居第一名 这是成绩 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对繁花 这部电视剧最向往的地方 我先问问若天 你最喜欢繁花里面的哪个地方 不用说肯定是黄河路了 你看金碧辉煌 这宝总的大生意 都是在黄河路谈的 当然还有近弦路的亚东镜 我最喜欢的是和平饭店 宝总很多的大生意的决定 是在那里下的 而且他跟汪小姐 美妙的五年的约定 也是在电台上 而且我们听说 今天宝总 也要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盛典 谈生意 他是来谈生意的 大生意哦 而且不仅他来了 林子 汪小姐 李李都要来 天哪 那这个生意 得有多大呀 能让宝总身边这么重要的人 都来到我们的现场 而且听说这个生意 是一位香港客户 筹备了十年的时间 连宝总都通过自己三年的考验 最后才完成了这笔大生意 那岂不是 只要在黄河路引起轰动呢 好 那我们今天现场 也要告诉大家 繁花的轰动 不仅在全国 接下来可能会轰动全世界 因为繁花已经翻译成了外文 要传播到海外去了 所以 我们得想想 谁能够第一时间 掌握生意的消息 谁就可能获得先机 对不对 那我觉得掌握这个消息的人 不止一个 可能会是两个人 而且肯定少不了他 弄好 弄好 范总 对 今天范总和梅小姐 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接下来就有请电视剧繁花 范新华的扮演者董勇 以及梅萍的扮演者王菊 欢迎两位 请走上圣典之路 董勇以精湛演技 将小人物的市井烟火 展现得淋漓尽致 完美平衡了范总身上的喜剧元素 和仗义本色 让小人物展现出大能量 王菊在繁花中完成了一次 华丽的蜕变 用真诚 还原着角色的内心挣扎 与命运的奇奇落落 在她的诠释之下 梅萍虽然身处角落 依然焕发独有的光彩 欢迎两位 可以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 我们的拍照区 在两位的后方 好 这边的光会阴沉着两位 更为的帅气和美丽 欢迎 欢迎两位 可以移步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两位 欢迎范总 欢迎梅萍 我感觉一部好的电视剧 就是演员塑造之后 我们完全很难从电视剧当中 走出来 现在见到董勇老师 就总想叫范总 见到黄菊 就总想叫梅萍 对 但是确实很好 而且看到范总之后 我现在脑子里面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就想到一首歌 爱你 能不能满足大家一下 电视剧当中 您只唱了一句 可不可以多唱两句 范总 可以吗 爱你 我不能失去你 完了 太棒了 能好 能好 我们今天开始 这个氛围已经烘托到这了 我们想这笔生意 一定可以谈成 范总都唱安妮了 而且不止一句 怎么可能谈不成 我们今天再说一个生意 这对于繁华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今天电视剧 盛典 盛典之路上 完成的一笔大生意 您知道是什么吗 我还不知道 但是大生意 我一定是要来 凑凑热闹的 但是对于演员来讲的话 我现在跟董勇老师聊天 我不知道应该进入角色 还是应该跳出角色 老师想说杭州话 对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跳出吧 跳出 跳出 对我们现在跳出 董勇老师 樊花这部电视剧 您演得特别好 大家都在称赞 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是他有大光彩 尤其是最后跟汪小姐 江湖再见 今天我们这个江湖 您马上一会儿 可能就会见到 但是先让您 跟我们来评价评价 您对于樊花的参演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听说拍得很辛苦啊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 我有运气啊 我能够在 现在这个年纪 参加到 王家卫导演的 这第一次 王家卫导演的第一次 对于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 真的很运气 拍得辛苦也值得 不辛苦 不辛苦啊 梅小姐呢 对这部剧 做了哪些努力呢 其实没有做任何准备 对 因为 所有参演员都 我觉得很少有演员 敢说这样的话 没有做太多的准备 但是我相信 你这个话 话外有话 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 因为所有参演的演员 应该都是一样的感受 我们都没有完整的剧本 只有自己当天的 拍摄的内容 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组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只做好 自己表演的事情 其他通通交给导演 对 对于演员来说 能够遇到一个好剧本 能够跟优秀的导演合作 是一生的幸运 所以所有的演戏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那个美妙的瞬间 完全都可以在脑海当中 不断地去回想 好 我们再进入角色当中 我们说 今天谈一笔大生意 既然大生意 两位先来 跟我们聊天了 接下来重要人物 也要登场了 就马上要跟我们揭晓 这大生意是什么了 两位都来了 我们很期待的 宝总在哪里 宝总在不来 这生意叫Vatler 来 让我们有请 宝总的扮演者胡歌 林子的扮演者马依丽 汪小姐的扮演者唐嫣 李里的扮演者新直来 欢迎四位 请留下签名 请各位走上盛典之路 从潇洒俊逸的李逍遥 到计谋深远的梅长苏 再到雄心万丈的阿宝 胡歌以精湛的演技 铸就了独属于自己的角色图谱 他与阿宝完美融合 带着观众走进那个时代的山河岁月 马依丽用炉火纯青的演技 让观众看到实力女演员的永恒光芒 在她的演绎之下 林子成为繁华中独特的一抹亮色 唐嫣以饱满而灵动的创作 成为观众心中最完美的汪小姐 她赋予汪小姐破土而出的生命力 滋养出繁华特有的灿烂 一人千面面面惊艳 辛直磊以独特的气质 传神的演技 将李里的神秘孤傲 风情万种完美呈现 给繁华世界别样的光辉 欢迎四位 请来到我们的拍照区 在舞台的中央 没错就是这里 请留步 四位都到了 两位应该过去打声招呼了 来 欢迎几位 欢迎几位 都来了 大场面 范总还在角色中 范总提前来掌握了第一首消息 那我们今天就接下来一一揭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生意 先请几位演员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胡歌 阿宝 大家好 我是叶东京老板林子 大家好 我是小汪 汪小姐 大家好 我是支针员老板莉莉 黄河路的老熟人 在我们电视剧盛典的盛典之路 今天相聚了 我们开始一直说 范总暗暖不住自己的 这个急切的心情 第一个上来 想探一探 这个生意的消息 那么请保总 要不要请保总给大家透露一下 对啊 保总啊 我们讲讲是什么生意啊 这个范总 就是在跟你谈生意之前 我想先代表部分繁华的观众 问你一个问题啊 今天胡歌 你带着问题来的 对吗 我带了一个问题来的 就是他们说 在收官那天 你转了好多人的微博 但是没有转我的微博 这是为什么 哎呦 实在不行 就以一首安妮来结束这个话题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范总啊 在这个戏里头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台词 就是他对保总的感恩和感谢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完的 所以 我代表着范总 也代表着我自己 一定要在今天 当你的面 把这个赞给你 这个是保总 这个是胡歌 谢谢 谢谢 谢谢范总 谢谢董大哥 其实董老师在拍摄的过程中 已经给我点了无数个赞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这件事情 我以为是因为 因为你 你跟汪小姐走得比较近嘛 你是在生阿宝的气 你知道吗 吃醋了 都被看出来了 不要再说句话 今天三个都在 哪个都惹不起 我在想 是不是观众朋友也在猜测 最后人家范总 都跟保总去种花了 还说什么表达 天天都可以在一起 现在又有很多朋友 都在猜测 最后的结局 应该是什么样 对吧 各种各样的 都在说 繁花的 有没有可能有续集 最后保总变成什么 去开拓哪一项生意 我们又回到了生意 来 保总 跟范总聊完的感谢之后 我们得说说生意了 好 我想说 今天我们这棋聚在这里 是因为 繁花在央视 圆满地收官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大生意 肯定就是 繁花嘛 是吧 因为我们在 王导的这个采访中 也看到了 其实繁花 从版权的购买 一直到 现在的播出 经历了十年的时间 王导用他的 日日夜夜的心情的付出 以及我们 整个繁花剧组 所有工作人员的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 努力的付出 我们完成了 这一桩大生意 在我们今天的现场 圆满地收官 但是对于演员来讲 他没有结束 他会持续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他是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经历 我相信胡哥在这部戏 拍摄的过程中 历经艰难 险阻啊 尤其是最后听说 好像还在补拍 要拍很多很多的镜头 我印象当中 我最后一个镜头 是七月底 七月二十多号 2023年的七月二十多号 对 七月二十多号 我还记得 我拍的最后一场戏 最后一个镜头 是我在和平饭店的套房里 我仿佛听见有人敲门 然后我把门打开 出去 一个人也没有 就是我当时拍这个镜头 因为我知道拍完这个镜头 我就杀青了 我还有一点失落 就像打开门的时候 散场了 看不见人了 熟悉的那些身影都不在了 所以我觉得 我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心里面空荡荡的 但是我知道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荧幕上再相聚的 对 这样的结局 它不是一个最后的句号 是另外的一段新的开始 没错 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胡哥 你是最后一个杀青了吗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至少我知道 唐燕比我晚 是吧 对 我比胡哥晚一天 晚一天杀青 其实很多人看《繁花》 都觉得 好像是在看一个 大师般的表演 因为各位都是 非常有经验的演员了 接下来 我们首先来谈一谈 林子这个角色吧 马依林老师 你在刚刚接触 这个剧本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 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因为很多人都说 林子这个角色 好像没有一点阅历的话 其实很难去看懂和理解的 您怎么理解呢 大家其实比较 应该都比较知道 导演的习惯 不会有 上来是不会有 固定的剧本给我们看的 因为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 是王家卫导演 是一个非常爱演员的人 其实在之前 我有香港的 业内的同事会告诉我 或者也有其他 跟导演合作过的人 会跟我说 他非常爱演员 我一直在想 这个爱是爱在哪里 因为我们听说的是 演员会跟他拍戏 NG很多很多遍 那么我想这是爱吗 然后我跟他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 他的爱在于 他会深刻地去了解 每个演员身上的优点 和缺点 帮你扬长臂端 并且根据每一个演员 调整 他在这个剧中的戏录 然后所以你们看到的 最终呈现的 一定是在场 以及不在场的 所有繁华中的 那些个演员 最适合他们的 那条人物线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 有没有剧本 特别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 林子这个角色 很像一株小草 它虽然没有长成 最后茂盛的参天大树 但是它到哪里 都可以自由地生长 并且生长得出 自己的美丽来 对 我记得 有句台词 人生无法重新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 在每一个选择点 重新出发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林子 重新出发 来问问 保总和汪小姐 你们之间 大家都一难平 就为什么最后 没在一起 先问问 唐燕 最近吃排骨年糕了吗 最近我没吃 但是胡哥吃了 是吗 那排骨是排骨 年糕是年糕吗 的确 排骨是排骨 年糕是年糕 但是只有在一起 才能称之为排骨年糕 只有这个时候 才是一加一大于二 如果没有排骨的年糕 那是一块普通的年糕 现在想吃到排骨年糕 也不是容易事 据说都快卖脱销了 特别特别的火 那怎么来看待这个角色 汪小姐 她有很多的 可爱的一面 甚至开始 大家认为 比较莽撞 但是后来 为你的选择 点赞 为你的勇气 点赞 你怎么看 我非常欣赏 汪小姐的 韧小姐的韧劲 和冲劲 还有不服输的精神 她永远像一个 她永远有着 非常蓬勃的生命力 像就是一个 小太阳一样 在那边给自己加油 我非常欣赏她做自己的码头 这也是最初 汪小姐打动我的地方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码头 一路向上 迎风飞翔 所以我们最后喜欢这样的汪小姐 谢谢 那说实话 我更磕汪小姐和魏总的汤 你们会有这样的 你会更磕 经常庆功 就能成功 说得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 保总身边的另一位女性 角色李李 《繁华》播出之后 太多的网友都说 李李太美了 怎么这么有腔调啊 那辛志雷 你当时在剧场的时候 比如说 每拍完一场戏 再看监看的时候 当时有意识到 自己能这么美吗 其实对我来说 我看监视器的时候 也挺意外和陌生的 因为这一次 饰演的李李的角色 跟我本身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导演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 很多指导和学习吧 才演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样的李李 其实我觉得剧中的 三位女性角色 都个性非常的独特 她们跟保总之间 爱恨交织啊 爱得炙热 但是在最后 其实都走得非常的洒脱 也是让我们非常喜欢的 每一个人都有 非常饱满的人物线 人物的情感 而且我们再进入 今天这笔大生意 一直在跳进跳出 问一下保总 我听说既然这么重要的日子 繁华要在我们的电视剧 圣典之路上收官 好像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最重量级的 对 最最重量级的嘉宾 是的 就是我的师父 耶稣 那就让我们有请 尤本昌老师 哎呦 老天爷呀 雅瑟来了雅瑟 欢迎耶稣的扮演者 尤本昌老师 尤本昌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他的演技被观众誉为教科书式的演技 始终坚持艺术操守和匠人精神 他是繁华里的高人耶稣 也是观众心中的演艺大师 各位是不是也很久没见了 感觉这个大家庭终于团聚了 不得了啊 刚刚尤本昌老师一直在说 不得了不得了 今天都来了 好 耶稣好 尤本昌老师看到大家太激动了 尤老师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您 都说呢 我与成功之间就差一位 耶稣 我可以没有保总 但是不能没有言书 我们想问问尤本昌老师 这个角色当初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说什么 这个角色当初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小得这么开心 哎呀 我从小 想完电影 喜欢电影 到了八十了 始终就没搞上 已经绝望了 结果突然 告诉我 王江卫导演 要找我 有部骗子 让我演 虎哥的教父 你们说 可想而知 我的心情啊 其实听着尤本昌老师的笑声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欣慰 也正是因为有尤本昌老师这样的老戏骨给我们作为榜样 才能带动我们的后辈 带动我们的青年演员 我们看到现场 马依丽老师 留下了一些泪水 非常地触动 这一幕 刚刚尤本昌老师提到了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王家卫导演合作 马依丽老师和尤本昌老师是不是也很久没见了 我非常喜欢你 我们俩在三年里面从来没有见过面 三年没见过 因为我们是在两个棚 我们在一个棚 然后尤老师是在另外一个棚 但是我们俩棚之间其实隔得很近 然后其实我后来一直想我很不应该 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在工作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去拜访过尤老师 可是我小时候是看尤老师的戏长大的 然后我每次都想象 我应该过去跟他用上海话打招呼 开开玩笑 说说笑话 中间我经常收到尤老师给我送的咖啡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在一个剧组里 你总是想着要去见他 可是后来会因为阴差阳错的关系 就一直都没有见面 我觉得刚才看见尤老师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想 以后我们希望是在尤老师这样的年纪 依然可以这样的充满精力和充满对表演的热爱 站在这个舞台上 也不在意角色的大小 对 很多人都在说话无百日红 人无在少年 但是只要永保赤子之心 我们一直看到耶稣就是90后嘛 特别可爱 而且马亦老师说的非常对 繁花落尽 我们可以在人生的哪个路口去相遇呢 你看路口不来了吗 曾经没有相遇 没有遇到 没有说的话 在今天我们可以补上 也将成为我们身体上的发肤 指引着我们未来人生的路 这一幕特别好 我认为什么是繁花的续集 这一刻就是繁花的续集 剧中 剧外 每一个人人生都可以互相的去交织 谢谢每一位演员给我们带来的繁花当中的感动 当然也非常感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种 演员的呈现 导演的指导 包括编剧 包括场务 包括摄像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付出 才能够成就今天我们看到的繁花的灿烂 谢谢尤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代表所有的繁花观众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努力和演绎 那大生意 我们需要有一个 完美的 不一样的完美的时刻 对 我们准备了一样东西 对 因为今天各位的团聚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团建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在场的各位 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礼物 对 也希望给繁花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 接下来请李仪将我们的礼物送到台上来 我们看看这项礼物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已经差不多应该清楚了 每个人的杀青的时间都不一样 而在今天我们这个盛典之路的路上 最后要一个最隆重的杀青仪式 我们可以在这个长期版上写下自己的词条 很想看看耶稣写的最后的这个词条是 来帮一下野书 来 稍后我们的摄像可以为每一位主演给一个特写 让我们看到繁花在收官之客 最打动他们内心的词条 我看到了油本尚老师最后写到的这个词条 我相信这个词条应该代表了每一个人 您来告诉大家吧 您的这个词条写的是什么 年轻的朋友们 我永远陪伴你们 一起向前 我们一起向前 谢谢您 谢谢油老师 谢谢 希望永远都有您的陪伴 好 那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 在这部戏当中我们一直在说不想最大 但是我们也知道王家卫导演曾经说过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们今天把最大的回响 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也给自己 当我喊到321之后 我们一起按下场记板 我们一起喊咖 好不好 现场的和电视机前的 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让我们跟随繁花 一起倒数 3 2 1 咔 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热播剧 繁花正式收官 是的 盛放来之不易 灿烂不止繁花 在繁花中我们能够看到风云际会山河变迁 在繁花中我们能够感受到 事情冷暖 人间烟火 在繁花当中我们更能够感受到 这个伟大的时代 黄河路的霓虹依然在闪烁 也交顾着令人动容的时代回响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烟火 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来到我们今天 这样的一个现场 也感谢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们的陪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盛典之路的直播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 同时也要感谢在2023年 奉献了一整年的优秀的导演 编剧演员 以及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者们 谢谢你们 我们祝愿每一个人一路繁花一路歌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 一直陪伴中国电视剧的成长 观众的褒奖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那么各大年度荣誉 花落谁家呢 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期待 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